和这一张吧 这个基础的照片 今天给大家录一下 怎么去找到这个你的Journey 这个Web版本下 Sign Number Sign Number 我一会儿也会 因为这几天老收到 同学们去问这个问题 怎么找到Sign Number 我觉得大家找的办法 可能是不太对 这个是咱们官方文档 我一会儿会把它拼到下面 看这个Identical seed的这个 Using 4和5 还有这个模式下 Well produced nearly identical image 但是我觉得 虽然是一个C的Number下 有可能也是挺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只能根据 每个人的不同的照片 不同的情况 去找到这个Sign Number Anyway你想找到 是可以找到的 最重要的是这个Sign Number 是要在那个 一块一块的 那个Grade下面 你发那个小信封 而不是在你这个图片 都变成一张 你觉得很满意的升级以后 在下面放那小信封 放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看这个官方演示 一定是这个四个方格情况下 然后发送这个Anvalo这个Emoji 才是OK的 你才能在私信 你收到 演示一下 比如说这张 这个还是几轮generate出来 我都是 对不起这个crazy eye的look 就是在这个状况下 找到这个Emoji 然后一定要找这个Anvalo 第一个这样的这个图片 因为我之前 你只要用过 这个Emoji 它下回就会自动存储到 你常用的那块 是第一个Emoji 一样记住 长的是这个样子 别发错了 只有这个四方格 的状况下 发送这个Emoji 信方这个 才能收到你的Sign Number 比如说你就是 生成了一个大片 就是像 像这种 单独型号的 你要再去发 这个这一套 像我刚才加Emoji 这个操作 是不理念的 然后我们找到 这个私信这块 找到你的私信 找到你的journeybot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 generate的这几个 图片的C Number 还有job ID 虽然它们属于 同一个C的原项 你也可以看到 稍微有不一样的 difference 但是这个就是 你想要的Number 如果就是继续 在这一个系列里 继续generate 如果你换了一个长久的话 用这个当然不好使了 所以就是 一个Session 用一个C Number 懂了 如果这个视频 在任何维度 对你有帮助的话 您的任何一个动作 您懂呢